欢迎收看独立特派员 1989年在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 群众遭到武力镇压 在同一年11月发生了东德柏林围墙被推倒 人民的力量推翻极权政府 一般人都知道柏林围墙倒塌 象征东德瓦解冷战结束 但是20年前的今天 也就是20年前的11月4日深夜 其实是一个更关键的时刻 因为在当时东德重要城市莱比锡 出现大约50万名群众涌入市区 把延续一个月的和平示威带向最高潮 群众不但在和平的状况下 把东德秘密警察总部大楼占领接管 而且把胜利的消息往外传播 震撼了东柏林民众与东德当局 过了五天11月9日 东德政府改革派官员 无预警地宣布边界开放 民众连夜涌向边界 并且将柏林围墙推倒 今天我们要带您深入德国 探访当年参与和平革命的人士 以及揭露东德政府 如何对民众管制监控 引发民众争自由 争民主的浪潮 队河公司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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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所有人都希望你看出 在北洋上 你会知道 第二天 整个柏林买不到香蕉了 因为东德以前他们没有吃过香蕉 时间退回到1989年10月7号 东德执政当局正在庆祝建国40周年 标准共党式样的大场面 却有外持内障的气氛 没想到事隔两天 当时的主要城市来抵袭 要求人民当家 秘密警察滚蛋 政府下台的和平示威越演越烈 群众越来越多 警方开始逮捕在街头聚集 或者观望的民众 有些人下落不明 带头的精神领袖之一 尼古拉教堂的夫勒牧师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紧张气氛莉莉在目 尼古拉教堂的尼古拉教堂 有苹 adäome priorities 需要重验强 roads 为十分oi community 随侍属坏有些人 促根华上 这是国避 序必定品 经病院 耳等 努力 阻力 被冲击冲击 所以这整天的热情和力量 希望以这些热情 能够到这些人 不到教会和其他地方 北京天安门事件发生才四个月 全东欧也都知道这件事 从秋天开始 在莱比锡与德勒斯登群众示威活动中 就可以看到中文字样的民主两个大字 呼应声援北京的民主运动 也替东德民众争自由争民主有个理由 这样的举动当然也激怒东德当局 采用武力镇压的考虑不是没有理由 56年在韩国和韩国 68年在韩国 4月89年在北京 韩国和韩国在北京 在韩国和韩国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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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国和韩国 在韩国和韩国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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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比锡街头紧张情势 让整个东德气氛更显得 诡诀险恶 另外一位参与示威运动的活跃人士 如今一头银法的贺利泽女士 诉说二十年前参与群众示威的心情 记忆清晰 丝毫没有改变 根据几位参与当时活动的民众表示 尽管如此群众并没有退缩的意思 从附近重振大量涌入来比锡的人 依旧如潮水般涌来 有些人用不同的名义在街头活动 比方主张环境保护 骑自行车节能运动 就聚集大家来大街走路 目的都是要来凝聚民众力量 如今空旷的市民广场虽然冷清 东德时期建筑物已经改为展览馆 但延续一整个月的示威运动 到了1989年11月初 最终有五十万人挤进来比锡的盛况 却留在市民的记忆中 民众手持蜡烛来洗澡 纷纷请来教堂 当年教堂外的告示牌 现在躺在博物馆 上面写着德文 尼古拉教堂对公众开放 等于是公然与极权政府挑战 在教堂的屋檐保护下 民众能自由讨论与交换意见 即使有秘密警察混进来监视 富乐牧师不为所动 反而要他们跟着唱圣歌 把心情平静下来 不为所动讨论与民众认论与圣堂玛斯教堂 尼古拉教堂 与圣汤马斯教堂服务 弹奏圣诵 担任合唱长 开创古典音乐的莱比锡时代 吸引大批教友 但他肯定没有想过 230年后 此地的尼古拉教堂 从1981年所发起的 每周一下午祈祷运动 以及周六下午两点的群众散步运动 最后演变成为 东德民主运动的起源之一 而这也是推导 活林围墙的关键力量 影响欧洲与世界更为深远 直到现在 教堂仍然持续这个新奇异传统 不少人也会自动自发 在教堂外点蜡烛 为世界各地祈祷